大家好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如何讓皮膚變好 那我前陣子呢就是因為在隔離嘛 然後我就是有拍我的那個隔離Vlog 然後我那支影片呢是完全沒有畫任何妝的 就除了帶隱形眼鏡以外 我是完全沒有畫任何的妝容 就有很多網友在下面留言說 你的皮膚怎麼變那麼的好 那原因就是因為呢前陣子有一個 很有名的保養品廠商聯絡我 就問我說 我有沒有意願試試看他們家的保養品 然後我就說我有意願 然後他們就寄了這麼一大箱的保養品來給我 我就在那一大箱的保養品堆裡面呢 選出了幾樣我覺得對我來說最有用 然後最適合我 我覺得用了我超級滿意的保養品們 今天來推薦給你們 所以如果你們也是最近有遇到皮膚不好的問題 或是你們也是那種皮膚容易長痘痘的膚質 可以參考一下今天的這支影片 那我自己的皮膚本身是痘痘肌加敏感肌 那我前陣子呢因為壓力蠻大的 加上作息有點就是亂掉的關係 長了很多的痘痘 我再放那個照片給你們看 所以呢我這次帶了MAYDQ他們家的保養品 回台灣 然後呢我帶了這兩個系列回來 有紅色的跟綠色的 他們紅色的這一系列是針對痘痘去研發的 然後紅色的這一系列我會在痘痘比較嚴重的時候去用 那綠色的這個積雪草系列呢 它是針對比較敏弱的肌膚去研發的產品 綠色的話呢我會在我肌膚比較敏感 比較需要鎮定的時候我會用綠色的這一系列 但是因為我前陣子的皮膚狀態是痘痘也有 然後皮膚很敏感的狀況也有 所以我是兩個系列我都會混著用 我已經用了差不多有一個月的時間了吧 我皮膚真的已經從一個很半紅的臉變到現在這個狀態 我現在真的是一個完全沒有打底的狀態 就是除了黑眼圈跟一點點痘疤以外 其實我的皮膚現在是一個非常好的狀態 那我現在就給大家推薦我覺得MEDICUE他們家最好用的幾樣產品 我第三名最喜歡的呢是 我一定會再回購的這個抗痘的洗面乳 這個洗面乳呢它可以抗痘 清潔你的毛孔還可以控油然後還可以去角質 其實洗面乳呢我是用過非常多牌子的洗面乳 沒有說其他牌子不好用 但是我覺得這個洗面乳應該可以算是我心目中的前三名吧 它的泡沫很綿密啊你就擠一點點然後加水這樣搓一搓 如果你要用起泡網也是可以 但是其實你不用用起泡網 你要用手搓就可以搓出很多綿密的泡沫了 重點是它洗完臉你完全不會感受到你的臉很緊繃 或是很乾澀的那種感覺 如果你的皮膚是那種 不是很穩定的那種皮膚的話 我真心的推薦你可以去試試看 這個洗面乳裡面含有0.5%的水洋酸 除了可以幫你抗痘以外 它還可以深層的幫你清潔跟去角質 雖然它有水洋酸但是因為它是低含量的關係 所以就算你是敏感肌也不用很擔心 就是對於敏感肌也不會覺得很刺激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敏感肌 我用了都沒有覺得怎麼樣 如果你們是有什麼痘痘困擾啊 或是你的皮膚很敏感的困擾 找不到好用的洗面乳 我很推薦這個洗面乳給大家 好再來第二名呢 真的是我非常非常非常推薦 就是絕對會再回購 而且我一定會把它推薦給我身邊所有的人 就是Medicue他們家的這個爽膚棉 我覺得應該大家都不陌生吧 我覺得你說到那種爽膚棉或是棉片 大家一定第一個一定會想到的牌子就是Medicue 你去那種韓國的那種藥妝店 就是Olivian 你只要問那個店員說 你有沒有推薦的那種爽膚棉片 他們一定會跟你說是Medicue 他們家的那個爽膚棉片 有出蠻多系列的 我之前有用過另外一個系列 好像上面的這個蓋子是銀色的 然後呢我自從用了他們那個另外一個系列之後 我就愛上他們家的爽膚棉片了 因為我覺得太方便了 它這個爽膚棉片呢 就是很方便 它就是一個這樣子 圓圓的這樣 這個棉片啊你還可以直接當化妝水用 真的超級方便 他們這次出的這個積雪草爽膚棉片 除了可以去角質之外呢 它還有補水的功能 也有舒緩皮膚的功能 很適合我這種泛紅痘痘肌可以使用 它的這個爽膚棉片含有7種積雪草和88%的 積雪草萃取物 這個棉片很酷的是啊 它兩面的那個材質是不同的 一面呢是這種格紋的 另外一面呢是這種平滑面的 它的用法其實很簡單 你就是洗完臉後你就拿 格紋的那一面先輕輕的擦臉 它可以幫助你去角質 用格紋的那面擦完呢 你再用平滑的那一面擦 它可以幫你舒緩保濕跟整頓肌膚紋理 然後你都擦完以後呢 你就再輕輕拍打 像你敷完面膜一樣 然後讓它吸收進去就可以了 告訴大家兩個小小的秘訣 我是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這樣做 但是我自己會這樣做 就是我會把它冰在冰箱 因為你把它冰在冰箱拿出來後敷呢 會更可以舒緩你肌膚的效果 另外一個小秘訣呢 就是你睡前或者是你化妝前 敷個5分鐘再把它拿掉 再輕輕拍打進去讓你的臉吸收後呢 你的皮膚呢就會達到又保濕又舒緩感覺 我隔離14天我真的是每天早晚都有敷 然後你可以感受得到 你有敷跟沒敷的差別 我覺得這個比面膜方便的原因 是因為它只要敷5分鐘左右的時間就好了 而且它敷完呢是不用洗掉的 雖然我還是會敷面膜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很懶 你敷這個呢 再輕輕擦完臉拍一拍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上保養品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懶人的話呢 非常的適合這個爽敷棉片 再來下一個呢 要推薦給你們的呢 是他們家這個 Red Light 這個修護精華 它這個精華是專門為痘痘肌 跟敏感肌設計的系列 我剛剛開頭說到 我前陣子就是因為 作息不正常加上壓力大 又加上我 就是可能沒有睡好什麼的 就是長了很多痘痘 然後我的痘痘都不是那種小顆的 都是很大那種會暴濃的痘痘 這個精華呢 它就是短時間內可以幫我修復那些痘痘 用這個精華呢 我皮膚的那些泛紅還有痘痘就有被改善 然後我的皮膚現在就只剩下一些那種 比較深的一些那種紅紅的小豆粑 但其實那些大爆豆基本上消的已經差不多了 我擠那個質地給你們看 它的質地是那種很清爽不會很黏力的那種質地 因為保養品最怕的就是那個 會黏跟會就是不好吸收 但是它完全不會 你們看它的質地是這種 有點凝膠感 但是不會黏力 然後它很好吸收 我擠很多喔 可是你們看它等一下就會吸收了 我們放一張衛生紙給你們看它會不會黏住 不會 對吧 它就吸收的很快 再來下一個我也想推薦你們的就是這個 綠色的積雪草修護精華 因為我的皮膚不是很穩定 我只要用到不適合我的保養品 或者是不適合我的粉底液 我的皮膚就會開始過敏 或是泛紅或是長痘痘什麼的 但是呢 我只要用了這個修護精華呢 我的皮膚就會穩定很多 就是我會稱這個精華為敏感肌的救星 它的設計呢 是這種低管的設計 給你們看一下 它的是這種低管的 它是這樣壓的 然後你就這樣擠一管 一整個臉 給你們看質地 然後一樣把它抹開 它也是一樣不會很黏力很好吸收 然後拍一拍 然後它的味道是那種很天然的草本的味道 再來就是今天的重頭戲第一名 那這個大家應該是沒有看過 因為這個是他們的新產品 就是這個 積雪草集中修護霜 它雖然叫做修護霜 但是我都把它稱為神奇的痘痘藥 雖然它不是痘痘藥 它官方也不是說它是痘痘藥 但是我覺得它比痘痘藥還神奇 因為我就是隔離的時候啊 沒有把我在韓國常擦的痘痘藥帶回來 所以我隔離的時候可能 飯店的床可能有一點 就是灰纏還是什麼吧 就是我還是多少會長一兩顆痘痘 然後我就很慌張的在想怎麼辦 我就是沒有帶痘痘藥 我也沒有帶吃的消炎藥 然後我就想到我有這一條 然後我就擦了 就是隔天就差不多消了一半 就沒有馬上消 但就是隔天差不多消了一半這樣 這個用法呢 就是你在擦完保養品後呢 擠適當的量 然後擦在你覺得你需要 加強的部位 可能你覺得你這邊有痘痘 或是你這邊有泛紅啊顆粒啊 你就可以在那個部位上面加強這樣 剛剛就是有提到嘛 我隔離的時候 可能因為飯店的床 沒有那麼的乾淨 所以我就是有長了幾顆痘痘這樣 然後我就有 擦完保養品的時候 點在那個痘痘上面 然後就好了 這算是我用過痘痘類的 保養品或是藥類中 最厲害的一個產品 因為我原本對它沒有抱很大的期待 我本來想說 保養品只是防止長出痘痘 但我沒有想說保養品可以讓痘痘消除 所以我其實本來對它沒有什麼很大的期待 但是結果它的效果比我想像中好非常多 那因為這個啊 它裡面有積屑草的成分 如果你臉是有什麼大痘痘的問題 大概塗個兩三天左右 就可以好的差不多了 但如果你的臉是什麼 小小的粉刺啊 小小的顆粒 或小小的痘痘 大概塗個一兩天左右 它就會消得差不多了 這一支呢我真的很推薦給跟我一樣 就是皮膚很敏感 很容易長痘痘 很容易泛紅的人 每一個痘痘肌的女生們都必備的一個產品 所以我才把它列入為今天介紹的保養品們中的第一名 那對然後我順便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修護霜裡面除了有積雪草的成分 它還有四種的保濕成分 你可以在皮膚特別乾燥的時候 厚塗在就是你乾燥的部位 就是可以快速的舒緩皮膚 然後還可以鎮定皮膚 反正就是你可以在你覺得乾的地方厚厚的塗一層 然後你可能在睡覺前塗吧 然後你隔天起來 你都會一直覺得你的臉還是很保濕的狀態 甚至你是在妝前塗都可以 那最後一個我要補充的是這個 面膜 它也是那個RED系列的 積雪草修復面膜 然後我這一次隔離帶了 七片還是八片回來 現在只剩下兩片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急救的面膜 這個面膜通常就是你在可能 你隔天有一個重要的約會的時候 你前天晚上就可以趕快敷 反正這個面膜呢 就是可以快速的 舒緩你的皮膚 然後改善泛喉 改善痘痘 上妝呢 就會更服貼 就會更像那種 痾... 含妞的那種肌膚的感覺 如果你們有在找那種修復面膜 或是急救面膜的的話 你們可以試試看它們家的這個面膜 好 那我介紹完了 我今天... 要介紹的這些保養品們 那其實MaydQ他們家這個品牌 真的非常的有名 尤其是在韓國 你走在路上 隨便問一個韓國女生 沒有人會不知道MaydQ這個品牌 真的 那希望今天這個影片呢 能夠幫助到跟我一樣 皮膚很敏感 很容易長痘痘的女生們 因為我發現現在的年輕人 可能壓力大吧 或者是說 做習不正常 可能要上課上班啊 之類的 就是很容易長痘痘 所以呢 希望我今天這個影片 可以幫助到大家 然後MaydQ這個品牌呢 雖然不是說很開價的價錢 但是也沒有到很貴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 試試看它們家的這個品牌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個影片 喜歡可以記得訂閱我幫我按讚 也可以去我的IG 還有我的小紅書 看我更多的生活 那就這樣囉 掰掰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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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